欢迎来到回老师说唱歌频道 练唱歌拍子节奏感自己也可以练 今天咱们在这里说一说自己练习的方法 唱歌拍子不准 跟唱歌音不准一样都是非常难受的问题 唱歌就应该唱出音乐性 音乐性就是拍子和音准构成的 这两个基础问题不解决 那其他的歌唱发声艺术练好了也没有意义 今天回老师就带你一起把拍子练好练对 首先我们要知道拍子是什么 就是音乐中基础的时间单位 也叫节奏 就像我们看到演奏时常常数拍子 一二三四 一二一二 一二三 一二三 最容易理解的就像我们在KTV 唱歌时看字幕 前面会有倒数的字幕 小圆点 引导你进入开唱 这个点儿一点就是一拍 每一拍的时间都是等长的 拍子不但是音乐表现力的需要 同时也是音乐表现的人 彼此沟通 建立时间规范下的默契协作 现在请你弹幕选择一下 你的节奏感怎么样 一 还可以 不错 二 拍子 不知道 现在你就可以做一下自我检测 放一首你熟悉的歌 对口形 跟着念歌词 同时把它录下来 看看你是否做到口形一致 如果是一致 那恭喜你 你的拍子没有问题 如果你录下来发现好奇怪 怎么不那么一致 那说明你的拍子可能真的存在着问题 别急 现在跟我一起来做下面三个练习 第一个练习 跟着拾针打拍子 大大大大大 拍手 大大大大大 一秒打四拍 尝试一下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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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练习 一秒打两拍 嘴说前半拍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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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练习 把歌词填进拍子 按拍子 念歌词 在这里注意 如果念快乐就是抢拍 跟不上就是拖拍 尝试一下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如果这三个练习 你都可以做到 那我们再做一组增加难度的练习 一拍分四分 一二三四 可以吗 嘴只说第一拍的前半拍 一大大大,二大大大,三大大大,四大大大 你可以在心里数着后三拍 再来试一下 一大大大,二大大大,三大大大,四大大大 如果这个能跟下来,而且准确无误 说明你的节奏感在提升哦 在这个基础之上 再进入歌曲念歌词的练习 注意要避免脱拍和抢拍 前面的几个练习,如果你都可以完成 说明你有了节奏感和拍子的基础 再跟一下歌曲的节奏,那就显得容易多了 当然,四拍子的歌曲呢,是最常用的 还有一些歌曲是三拍子的 如果有需要,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再安排带你来练习 好,祝你有开心喜悦的一天 我是回老师,学唱歌慢慢来会比较快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